年度限定又是一日快閃的 苗栗鬼門關夜市 不只起死回生 還前所未見 一次有兩個 兩個在一起 不然不是更 就是相互相成更好 讓資金度更打開一點 當然高興 讓大家有賺錢 有消費的地方 苗栗鬼門關夜市 往年都辦在火車站前圍攻路 由大同路攤販 零食集中區自治會承辦 他們在四號吳玉錦宣布停辦 隔天苗栗百年老市場災後 重建自救會表 表示不願讓民眾失望 願承接下來 還向政公所申請天下路的路權 消息曝光後 風回路轉 原先承辦的團體又重新公告 計畫不變 將照舊舉行 主要就是因為政公所 給我們有難度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實施 結果我們蔡市長的委員會員說 這個蔡市長一定要辦 正常那邊他們也熱心在找一個團隊出來辦 反正這樣就變成好事成雙 大家一起更熱鬧 鬼門關夜市雙包嗎 如今面臨尷尬的問題是 我們是在九月五號就已經有招商 招商他們現在很多攤商就是 想說他們沒有要辦的話 就沒有入權可以擺攤 然後就先到我們這邊報名 然後現在報名了以後 他們那邊要復辦 然後很多攤商就說 我那邊要繳錢的 我要過去那邊 新承接的團體目前正盤點 攤商各自意願才能統計誰去誰留 鬼門關夜市不只死灰復燃 更多了另一處過程曲折 也讓不少當地人有些物理看花 3015 黃孟臣